听读练习 第二不能读死书 读书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完全相信书本上的内容 那么读书对自己什么帮助都没有 关于读书 有两点必须要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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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第一 书不可不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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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不可不读 读书会让你的知识更丰富 生活更精彩 读书会让你的知识更丰富 生活更精彩 书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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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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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读死书 第二 不能读死书 第二 不能读死书 读书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完全相信书本上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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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读书对自己什么帮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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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读练习 为了了解学生的想法 我请他们对我提出批评 教授 您教得很好 有个学生说 但是 您常在课前等那些迟到的同学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结果 很多学生都叫了起来 不对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 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只有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才值得别人尊重 为了了解学生的想法 我请他们对我提出批评 为了了解学生的想法 我请他们对我提出批评 为了了解学生的想法 我请他们对我提出批评 教授 您教得很好 有个学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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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教授 您常在课前等那些迟到的同学 但是 您常在课前等那些迟到的同学 但是 您常在课前等那些迟到的同学 但是 您常在课前等那些迟到的同学 我听了很吃惊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我听了很吃惊 难道这样不对吗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结果 很多学生都叫了起来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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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只有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才值得别人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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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读练习 很晚了 五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我对他说 我对他说 再看十分钟就去洗脸睡觉 他不高兴地说 十分钟太短了 于是我说 于是我说 那就六百秒 够长了吧 女儿听后开心地说 够了够了 妈妈真好 很晚了 很晚了 五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很晚了 很晚了 五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很晚了 很晚了 五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很晚了 五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我对他说 再看十分钟就去洗脸睡觉 我对他说 再看十分钟就去洗脸睡觉 五岁的女儿还在看电视 十分钟太短了 他不高兴地说 十分钟太短了 他不高兴地说 十分钟太短了 他不高兴地说 十分钟太短了 十分钟太短了 于是我说 那就六百秒够长了吧 于是我说 那就六百秒够长了吧 于是我说 那就六百秒够长了吧 于是我说 于是我说 那就六百秒够长了吧 女儿听后开心地说 够了够了够了 妈妈真好 女儿听后开心地说 够了够了 妈妈真好 女儿听后开心地说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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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真好 听读练习练习 现在全世界大约八十多个国家有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一般能适应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或者更高的速度 其发展情况往往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交通及经济发展水平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是行车速度快 安全方便 可以减少铁路等方面的交通压力 缺点是对环境影响大 收费高 现在全世界大约八十多个国家有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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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或者更高的速度 高速公路一般能适应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或者更高的速度 高速公路一般能适应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或者更高的速度 其发展情况 往往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交通及经济发展水平 其发展情况 往往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交通及经济发展水平 其发展情况 其发展情况 往往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交通及经济发展水平 其发展情况 往往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交通及经济发展水平 高速公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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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是行车速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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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 优点是行车速度快 安全方便 可以减少铁路等方面的交通压力 优点是行车速度快 安全方便 可以减少铁路等方面的交通压力 优点是行车速度快 安全方便 可以减少铁路等方面的交通压力 缺点是对环境影响大 收费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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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读练习 听读练习 缺点是对环境影响大 是对环境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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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试着走走以前从来没走过的路 也许这样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虽然我们常说要按规定做事 虽然我们常说要按规定做事 但有句话叫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但有句话叫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人是活的 但有句话叫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但有句话叫规定是死的 人是活的 他提醒我们 当规定和经验不能解决问题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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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改变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试着走走以前从来没走过的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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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这样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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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读练习 听读练习 在目导游 觉得他们能到处玩 其实 做导游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轻松 首先 导游要对景点非常的了解 而且讲解时 还要想办法引起游客的兴趣 其次 导游每天都要走很多路 只有能吃苦 才能坚持下来 另外 旅行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导游必须能够冷静地解决问题 很多人都羡慕导游 觉得他们能到处玩 很多人都羡慕导游 觉得他们能到处玩 很多人都羡慕导游 觉得他们能到处玩 很多人都羡慕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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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他们能到处玩 很多人都羡慕导游 其实 做导游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轻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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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导游要对景点 非常地了解 首先 导游要对景点 非常地了解 非常地了解 首先,导游要对景点非常地了解。 首先,导游要对景点非常地了解。 而且,讲解时还要想办法引起游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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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导游每天都要走很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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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能吃苦,才能坚持下来。 只有能吃苦,才能坚持下来。 另外,旅行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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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游必须能够冷静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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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样并不一定正确,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不能光听别人说,而应该多与他交流。 时间久了,自然就会了解这个人。 多数情况下,对于不太熟悉的人。 我们往往会根据周围人对他的看法来做出判断。 多数情况下,对于不太熟悉的人。 我们往往会根据周围人对他的看法来做出判断。 多数情况下,对于不太熟悉的人。 我们往往会根据周围人对他的看法来做出判断。 多数情况下,对于不太熟悉的人。 多数情况下,对于不太熟悉的人。 我们往往会根据周围人对他的看法来做出判断。 最哲笑的 sup sitio围人对他的看法来做出判断。 多数钱员只能硬。 但这样,并不一定正确。 其实不硬。 有点热员都只得 standards。 dog food 或许多。 正硬,而言,有一点用意 offer following say 客人。 有点vak京评访中。 但这样并不一定正确。 动态,一number babe 连ison。 另外一 dysum和学者有背景, 但是真的让我的配角力其事。 这 Armenian自己和状悉的人。 虎是受言后的阳疑者对理性。 但这样并不一定正确。 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 不能光听别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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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应该多与他交流, 时间久了, 自然就会了解这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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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读练习 听读练习 也有人说, 健康才是最大的幸福。 还有人说,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 比如一本书, 一块巧克力, 得到了就很幸福。 长大后, 幸福是一种态度, 是生活的态度, 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 不管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只要你用心去找, 就一定能发现它。 幸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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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 能帮助别人就是一种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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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说, 健康才是最大的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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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说,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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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 一本书, 一块儿巧克力, 得到了就很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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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后, 幸福是一种态度。 长大后, 幸福是一种态度。 是生活的态度, 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 是生活的态度, 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 是生活的态度, 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 不管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只要你用心去找, 就一定能发现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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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听读练习 百货店里有一台自动报体重的电子秤, 一位胖女士责备道, 我最恨她了。 朋友问, 为什么? 她大声说出你的体重了吗? 胖女士愤怒地说, 不, 上次我刚一踩上去。 她就大声说, 每次只限一人, 每次只限一人。 百货店里有一台自动报体重的电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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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胖女士责备道, 我最恨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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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问, 为什么? 她大声说出你的体重了吗? 朋友问, 为什么? 她大声说出你的体重了吗? 朋友问, 朋友问, 她大声说出你的体重了吗? 朋友问, 为什么? 她大声说出你的体重了吗? 胖女士愤怒地说, 不, 上次我刚一踩上去, 胖女士愤怒地说, 不, 上次我刚一踩上去。 胖女士愤怒地说, 不, 上次我刚一踩上去。 胖女士愤怒地说, 不, 上次我刚一踩上去。 她就大声说, 每次只限一人, 每次只限一人。 她就大声说, 每次只限一人, 每次只限一人。 她就大声说, 每次只限一人, 每次只限一人。 她就大声一人, 每次只限一人。 每次只限一人。 听读练习 老舍茶馆分为三层, 一共有2600多平方米, 每一层都很大, 环境也很优美。 来到这里, 人们可以喝到各种名茶, 吃到各种北京传统风味小吃, 同时, 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演出, 主要包括京剧、 相声等, 这些中国有名的传统艺术。 老舍茶馆分为三层, 一共有2600多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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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一层都很大, 环境也很优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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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也很优美。 来到这里, 人们可以喝到各种名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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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吃到各种北京传统风味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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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统艺术